咋装的 还可以啊 三哥不对啊 哪儿不对啊 你包公子钱还堵破了呢 谁呀那要求这么高呢 动不动就反攻 你那点钱哪儿够啊 最后那点儿违活实在没经费了 我跟猴四没辙了 贴着屁股 坑吃别肚子 给你干了一礼拜才干完 一算账还贴了两千多 没事 没事 这都是小钱 三哥 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啊 干吗 干吗 摸摸不成你的俗诗啊 你还要给我拿钱是怎么着 不用啊 我告诉你 千决不用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呀 因为咱俩是哥们儿啊 你平时叫我什么呀 我叫你三哥 对呀 整理这支三哥 我给你干点活等 我乐意啊 别跟我提钱啊 生分 三哥 朋友归朋友啊 生意归生意 你付出了劳动 我就应该付给你相应的报酬啊 这是原则 那是你们外国人的原则 老婆 我们这儿不讲就查看 其实如果这样原则办事 我们签了是打包合同 所以你签话多了 身体没算计好 苏氏的确给你承担 那你这外国人靠不靠谱啊 怎么两边话都让你得说了 可我这儿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过意不去 过意不去 那你把那个S5打开让我尝尝 我都瞄了好几天了 我耗这口 行啊 三哥 不心疼啊 怎么可能 不过分吧 不过分了 不过分了 来来来 我得尝尝跟顺子那酒吧有什么区别 来 我尝尝 这肯定是真的吧 那当然了 行行行 我先尝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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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好香还真不是一个味 好香 又没说了 三哥 以后你想喝洋酒 你就到我这儿来啊 我这酒还有好几瓶呢 这跟上你说的啊 到时候别想要烦 三哥 我能烦谁也不会烦你啊 来来来 喝酒 好香 三哥 我现在才知道 你真是一个地道的北京爷们 仗义 够意思 我当初还觉着你是一个骗子 我真的错了啊 没关系 知错就改 还是好同志嘛 来来来 大家都快点啊 前面好几桌催菜呢 杨哥 吃放这儿了啊 好嘞 我早就跟于胖子说了 夹几个配菜的 这一到饭块儿都得赶不上 你这刀工行呗呀 这都赶上一击出师的水平了 杨师傅 就我这刀工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不错了 上回办婚宴 我这忙不过来 你帮我炒那俩菜 我一尝 就那份 倍地道 那两道菜啊 是我公公经常在家做 我看着看着就学会了 要说你公公 那可是咱们情儿里的这个 想当年做过国宴 当过劳模啊 那肚子里全是玩意儿 一般人比不了 这京城里的各大民族 虽然不是拔头份 那也是大家之一啊 我说 你要能跟他学上一叉手 咱这小馆子可就容不下去 可这京城各大馆子 人就平仓了 可惜啊 我公公谁都不教 我呢只能偷偷地学 我这个呀 就叫赵猫画虎 我也是 要说你公公那眼里头啊 除了你伯伯 还加过谁呀 就他那肝梗绝脏的脾气 要想让他传递点手艺 来 这个那个是在布拉戈那天 拍下来真不错 可以啊 有点意思 对对 晚上吃点什么呀 让不上大妈这儿来吃吧 谢谢大妈 我一会儿要出去呢 妈 你看看 真不错 我把自己拍下来挺帅的 请您多替报鬼意见啊 看 什么稀奇玩意儿 你看看 大卫拍的这个照片 我搂搂 大卫的摄影集 全是大卫拍的 这里头好多照片 都在外国杂志上发表过 看看 搂搂 去过好多地方呢 爸 妈 我回来了啊 回来了 大哥 下班了啊 哥 哥 来 来 来 什么呀 来来来 干吗 来来 看这个 看这个 什么呀 看看 老李拍的 我爸 这什么好看 这不懂艺术 我去好好看 台湾的家呢 你也奶奶 爸 三叔 晓晓 有事吗 正好找你有事 什么事 走 去你屋 又有事了 这晓晓跟大卫真近乎 一回来就蹦后院了 那是 人家是老朋友了嘛 这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这这 这 这姑娘怎么都不穿衣裳 你别再看了 再脏了你的眼 爸 妈 你们也太土了 这不穿衣服算什么呀 这叫艺术 现代人的观点 跟你们那时候是不一样的 这叫不要脸 来 那你甭看了 甭看了 真是 你不懂艺术 小小你看 那高潮 画面效果基本就是这样的 你这太棒了呀 你这什么都会 连这广告创意 你都弄得那么好 晓晓 咱这还玩的就是创意 这对我来说是小案子嘛 我来说是小案子 好 行 那这个 就这个 这一块到高潮之后 一定要亲吗 要 一定要亲 这会不会太过了呀 不觉得过 行 那就亲吧 晓晓 给我出来 给我出来晓晓 爸您干吗呀 晓晓晓 你干吗呀 干吗呀 你干吗呢 你撒什么意证呢这儿 你撒什么意证呢 你等会儿等会儿 在这儿 你把图画好了 然后我回单位写方案 行 明日见 行啦 行行行 姐 行了 行了 干吗呀 你跟他在里头干吗呢 我们俩正事啊 你们俩能用什么正事 行啊不跟你说 我下班去 我跟你说啊 大哥 干吗 今天俩喝杯咖啡吧 喝你个头喝 晓晓 你个头啊 套怎么喝啊 套怎么喝啊 我还有话问你呢 干吗呀 到大晚上加什么班去 我摊上大事能不加班吗 爸 有什么话啊 回来再说 走了 二位来了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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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包金吗 有有有 得厉 下点备去包金 跟上他走 好 行 乌云 茶 好 马上 茶呢 怎么还不上 水还没烧开呢 你忙烧了吧 有 你给我解释一下 我知道了 您好 马上就来 您稍等 快点啊 不好意思啊大哥 你下回长点记忆一下 提前照好了 我能吃到吗 哥 来来来来 来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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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二位 这儿 这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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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桌 那桌 菜单 菜单 你好 菜单拿回去 哥 行吧 以后咱俩人 我跟你说 现在这帮游客 弄了羊肉串 边吃边逛 那当吃饭了就 咱俩人多不容易啊 以后能不能 注意注意形象 穿着跟小别塞着 谁敢到这儿吃饭呢 不知道怎么着 我回洗个澡啊 我捣着捣着 去 最好穿西装啊 洗 我别老犯科犯科的 叫老板 真快点 好 得 得 得了 得了 好了 好了 舒芸 怎么了 大哥 您伸点什么吗 菜这么上这么慢呢 这真多了点 不好意思啊 小丽 再来了 谢谢 慢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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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了多少次了 上菜走右边 上酒边走左边的 不长精神啊 下午你就走 好 下午就走 很慢用啊 好 下午就走 他定那规矩也忒碎了 好几十条 谁记得住啊 累死了 累死了 一睁眼就采购 开饭了还得在钱头忙活 这一天下来 喝口醉的功夫都没有 林子 你是咱们饭馆的老板 又不是跑堂呢 我不跑城吗 我不在前面张了 那客人全都起堂住吃了 以前知道这还是累 没想到这么累啊 不是 二老板 您就这么干 跟装着浸粮电池似的 这时间一长了 您能坚持得住 咱干的不是勤行吗 这点累算什么呀 当老板的不就得盯紧点吗 刚才你叫什么 二老板 范儿他怎么叫二老板呀 咱俩不是说了吗 饭馆的事咱俩商量着来 没错 后厨我也不想管 你看我来嘛 我根本不想管 但是这金钱管理 还得靠我呢 你上菜快点啊 不是说后厨的事我管吗 是啊 你管钱外去 我走了 以后把那二老板拿下来 听着变声 你去吧 爸 你和你老公 到底是谁打包子 我们以后到底听谁的 谁是老板 不都一样吗 是吧 我这都糊了 我听谁呢 这一毛 是什么 是什么 霞 你吓死我了 吓死你了 吓死我了 怎么了这是 吓死你了 我也吓死你了 Sofia 我也好想你啊 大卫 你一直在骗我 你一直在躲我 怎么可能 我真的很想你 梦里都梦见你了 这谁跟这儿扯燥 虽然是黄土啊 我也爱情 来 大伟啊 你别关顾着 抱着再吃个头 我也要啊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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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搬到界边 我们都不知道啊 为什么照不告诉我 我商业也敢搬进来 我的房子在后面 来 里面 请 兄弟 这个地方太棒了 我真的很喜欢 往哪走 来 里面 里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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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有花呢 真漂亮 是不是 这个建筑物 来 来 来 大伟啊 我跟你说 用中国话说 这里的风水太棒了 是吧 对啊 对啊 我也觉得很棒 很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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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真的很幸福 哥 嫂子 你们开瓷八仙 没给我丢下 带着我一块儿干 啥不说了 真的 真够意思 从你的话说的 你是我兄弟 我哪能甩了你啊 我跟你说啊 把我嘎伯儿那门脸房 咱们虽然给退了 但咱那业务得照常进行 平时啊 你这带着耳朵 留点神 万一这客业里头 有小租房买房的 你还得跟人盘盗呢 我哥 你可饶了我 我整天外边拉客 忙得跟浪鸭子似的 根本就没工夫进来做 你这事自己留点心不就 你就是懒 萨儿每天呀 风里来雨里去的 太辛苦了 还说他俩 嫂子 你那话说哪去了 这不是咱哥儿家买的吗 应该的 他也干不了别的呀 他除了脸皮的厚点 嘴皮的溜点 没什么常处啊 哥 你也别说啊 干这事 眼筋 嘴筋 腿筋 是不是 萨儿 咱们拉客人的时候 尽量别个人犯三亲子 省得又打起来 不是 咱不惹事 也不怕事 天打起来 我也不会吃亏 你别又胡说八道 我流水多少钱 两千六 比昨天高了三百 那多三百啊 我这累得 能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 怎么这流水老上不去 来的人次是不少 但大部分是吃面的 这别做面了 回到我跟杨师傅咱们说说 咱得签几个大菜 什么海鲜啊 福德洋物的 又说外行话了 我们这档次的小饭馆呀 就是这样 这哪能做海鲜呀 你仙头不是雄心勃勃的吗 咱们也说丧气欢啊 我没丧气呀 我是觉得呀 只要今天比昨天好 我就心满意足了 有这话我就放心了 放馆什么 什么买卖得慢慢过呀 是吧 酒喝差不多了 再整两瓶呗 你就得着不要钱呢 那是吧 不是 是 没事 一会儿我给你拿去啊 得嘞 谢谢嫂子 一杯啤酒拉两周客人 我 这 这 直辉 你这两天都定在这儿 要不今天晚上 你去接儿子 再回家陪陪爸妈 行 那放过来 没得开我吗 行了 你放心回去吧 有我就行了 好好休息休息 我给你拿酒去 休桃子 干嘛你不还老惯着他 好多尝尝啊 好 看你爸 还生气呢 得了啊 爸 不就 揪了你一朵花吗 我跟戴薇说说 陪你一盆还不行 不光是这点事 你说这个 说这个戴薇 这这这 招来的都是些什么朋友啊 一点素质没有 男男女女 进门就看上了 亏了 那你就是不在家 让孩子看见 那 那就怎么回事呢 就是 原来还把那个戴薇 当什么艺术家看呢 竟然这后悔大了 我就不该大应三 把房子租给他 这是我说 这引狼入戏 爸 引你戴薇哪儿 招你干得了 他流氓大色鬼的 这你说的是戴薇吗 我说的就是他 你这这 你这这 你这这不落到吗 跟着这下气候 我我没气候 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你 你瞧给爸气的 爸爸你听听听听 这笑的 那浪的呀 你说这这 能多闹心呀 你说这玩意儿 你说这今后 如果这帮人老了 来咱们这儿 你说让街坊邻居看见了 影响多不好啊 那咱有点成什么了 忍忍吧 远远就过去了 吃咱们的饭 这什么味儿啊 我看看你 什么味儿 爸 我 我闻着这味儿 小口有点愁了呀 还愣着干什么呀 看看你啊 你干吗去呀 给我大的食材坐着 浅漏 要辣了 行 你要辣的是吧 要辣 别辣 你干吗呢 这么打烟 都以为着火了呢 这怎么了呀 二环之内不能烧烤 不知道吗 影响环境 赶紧把火灭了 我跟你说 要是所里知道了 不但罚你的款 还罚我们家的款 知道不知道 让他们灭火 我告诉你 你招来的人你管啊 大哥 你们跟爸妈说一声 没事 什么没事 什么没事啊 不是 你跟我 恨什么呀 三哥 这 大哥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让你吓的 你这开啪气没事 你 你提前演演一声啊 这给老头惹急了 真不让你住 三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对 忘了 亲你了啊 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都是我朋友 为了庆祝 我搬进新家 来参加我的派对 大家 我给你们隆重地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房东 庄志平先生 现在也是我的好哥们 大卫说过你 他说你很正义 很哥们 就很照顾他呀 对 真的 而且你还很帅 别别别别 过过过了 过了过了 你这快点 过了 过了 他还在乱迷啊 你吃你 你吃你 老门 来来来来来 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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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没诚意了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我不是探 来来来 你早起来我 来呀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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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幸福 干杯 来来来来 一起一起 好 我喝一个 赶紧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肉来了 来来来来 来了 肉来了 老大 你也不看清楚了就瞎嚷嚷 你看这洋相出的 都丢人哪 妈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说 闻这味儿像着火 这大胃啊 太不像话了 在我的树根底下 这就点着炉子了 你说你说 万一刮风 火苗子往上一窜 那还不真着了 我爸说得确实在理 还弄得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 热 爷爷 您叫炒烤 就烧烤意思 我吃过 还行 还行 行什么行啊 那还是不是让我留下 尝尝 我跟你说 最可惜的是三 那还真留那吃上了 你说 可以没起了 还好 再来一碗 行行行行 怎么样 妹妹 喝得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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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我们走了 嘘 小点声 我的房子睡了 我的房子睡了 没睡没睡 自家的院子看什么呀 等点 等会儿 放心 你书房那事就包在哥身上了 三哥 我就谢谢了 你谢什么谢 单位的哥们就是我的哥们 走 怎么回事 我的小 三哥 对不起 太黑了我没看见 这把话我要配 配什么配啊 一盆花指多少钱啊 剑坏了 剑坏了 三哥 今天见你很高兴啊 我们走了 吃多一见 白美 白美 以后还会来啊 白美 好 好 走 走 走 常来 常来 走 走 走吧 走 走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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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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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爸 爸 妈 我送您去上币了 那你去吧 爹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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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什么事啊 我大早上起来的 他不让我睡觉 让我哥把我抛起来了 都怎么了又 怎么了 你现在就到后段 把那大卫给我叫来 干吗 还废钱我去 不是这么早 叫大卫干什么呀 干吗 老三 我提前给你打个招呼 这房子我必须收回 大卫 我必须得把它轰出去 爸 您没说梦话吧 你才说梦话呢 我昨儿二半夜就醒了 不是 二半夜您醒了 那 那凭什么把大卫哄走啊 凭什么 凭这房子是我的 就凭他不遵守我的规矩 您这怎么不守您规矩了 好意思问 你看看妈 大半夜他们那么折腾 妈心脏病差点饭了 妈 那你 你哪儿不舒服 早半夜我让他们一下 后半醒都没睡着 到现在我凶着还疼啊 要着这么折腾 我真受不了 这事闹的 可爸 咱也不能因为出了点事 就把人家轰走啊 咱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您干这样休息 我回头跟大卫好好说说 让他注意点 保证没有下次 您想想 咱那合同都签了 那租金也收了 钱我都花了 我这时候把他轰出去 那咱是严重违约啊 咱又得吃官司 不就点钱吗 我连他那装修的钱 一块还给他 不是 怎么 爸 您这么处理 我举双手赞成 您要手里钱不够的话 我可以出 庄志存 等你什么不起哄 你就犯困 你回去屋睡会儿 谁起哄了 我现在比谁看得都清楚 这个戴卫 就是一祸害 早哄出去 咱早踏实 如果再多留他几天 直不定惹出什么事来了呢 到时候我跟你说啊 别后悔 当时我租房子的时候 是你同意的 你亲口同意的 你忘了 这刚几天啊 戴卫怎么来 你就这么恨人家 我跟你说 老三 我现在后悔后大方了 我总爱占点小便宜 你说丁路 我我我占小便宜吃大亏我 不是 你因为什么呀 小嫂 走了 因为什么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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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挽着出去的 因为什么 看见了吧 就因为什么 老大 你说清楚喽 怎么回事 你跟我们说清楚 今天我还真得说清楚了 今天我还真得说清楚了 爸 妈 您知道 那个大卫 为什么四季白脸 非得租咱们家房子 住咱们家来吗 你说这三十年破房子 一年租二十万呀 那值嘛 为什么要租啊 他有土壳 他图什么呀 爸 他图什么呀 图您孙女 他住咱们家来 就是为了够的晓晓的 哥 这不可能啊 咱们不可能 我亲眼看见他 好几次了大半夜的 跟大卫一块回来 喝得醉醺醺的 那天晚上 晓晓又去大卫房间了 我想把晓晓叫出来 我亲耳听见了 那如果我要不是及时制止 我 俩人就亲上了 不 你说的这是真的吗 我能打我亲闺女的名誉 开玩笑吗 我 我听得真真的 你知道吗 晓晓不乐意让那小子亲 待会就在旁边那央盖 央盖来 央盖去 结果 这些事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先喊着 再说了 我要说了 你又该骂我 是我这老子没当好 我就是要骂你 你说啊 你一个当爹的 你连闺女都教育不好 你说晓晓 她跟谁不好啊 非得跟那个杨小子 她都三十多了 这就是啊 你回我把她当好人 当兄弟 我找她亲自闻 这事要是真的 你看我怎么弄她 三 你干吗去啊 我得找她去啊 妈 你给我回来 坐哪儿 妈 我还坐得下来呀 妈 这事要是真的 我成什么了我就 真的假不了 不还没弄清楚呢吗 妈 这事就是这种事 你说这还怎么能清楚 我亲眼听见的 就你 看见冒点烟就说着火了 愣说自己闺女 在屋里跟大卫亲上嘴呢 这事 能是听见的事吗 那你得自己亲眼看见呢 妈 再说了 这事你问过晓晓了吗 就 就你那孙女 我敢问吧 那我一大男人 你没法问这事啊 你 我只要一开口 这晓晓肯定跟我急 我 你说说 你这个爹是怎么当的 连自己的闺女都管不了 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 难怪啊 你干了这么多年 也就是干个科长 不是 这跟我急 没有什么关系啊 爸 这是一档子事吗 当然是一档子事 我要说你窝囊废吧 你还真别不爱听 我告诉你老大 今天你要是不把 晓晓的嘴给我撬开 把实情给我弄明白喽 否则呀 你这个爹就下岗吧 喂 喂 什么事啊 不会是想我了吧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有情况 什么情况 不会是晓晓的事吧 出什么事了 等一下等我 我马上过来 这事都赖你 庄智存 不赖我的事 谁赖你 怎么不赖我呀 怎么不赖你呢 你这个当爹的 你怎么当赖你 现在晓晓发生这么大的事了 你说你详情都不知道 你还让我去问晓晓 我怎么问的 你这事跟我认识什么呀 姑娘这事 不是你当妈的 应该关心的吗 我当爹的问不出来 你就不能帮我问问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 有什么心里话 她都告诉你 那我闺女吃大亏了 我告诉你 我跟你没完 咱们不胡搅蛮缠 行不成 我怎么胡搅蛮缠了 姑娘的事我跟你说了 你自己看着办 我走了 坐下 你刚才说他们亲上了 那是你亲眼看见的吗 我没亲眼看见 但是我在窗户外 我听见了呀 你听见的 我听见的 庄志存 你老毛病有办了 什么老毛病啊 捕风捉影 你就知道捕风捉影 当初咱俩谈恋爱的时候 你就捕风捉影 后来结了婚了你也这样 要不是你捕风捉影 你说咱俩能现在离婚吗 现在晓晓这事了 你也这样 你原来盯着我 现在盯在哪儿 能不能不说咱俩的事 咱们再说晓晓 对 说晓晓的事 晓晓这事啊 晓晓这事啊 根本就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因为我最了解我女儿了 晓晓啊 就是一个假小子性格 到现在了 都没有交过男朋友呢 这怎么突然间 就跟一个 外国男朋友在一起了 怎么会呢 这就不是咱们家晓晓的性格 也对啊 对啊 你说啊 如果他跟大卫真的好了 肯定得偷偷摸摸的 不可能当着那么多人 在那儿表露出来的 那当然了 他们怎么表露 太明目张大了 你这不管当着谁面 打打闹闹 搂搂抱抱的 你这 要这么说 他们绝对就是哥们 绝对没什么事 放心吧 这 你说的确实有点道理啊 不行不行不行 可这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这万一呢 你说这 那你想踏实吗 我当然想踏实 你是不是有什么好招啊 我说 你说说呀 那天的相亲会上 你说你 凭什么那么对我呀 我都说了那么多话了 你 你倒是那么多人 那么眼儿说我 你够狠的呀你 你够狠的 这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 一生气 张嘴就胡咧咧 其实说完了我也挺后悔的 确实有点过分说 那你说你错了吗 那天是我的错 我跟你道歉 这还差不多 这还差不多 我的姑奶奶 你有什么招跟我说呀 我这这给道歉也道了 你看 急什么呀 我当然急了 你们俩是谁 你老爷的 来 坐好 爸 爸 你怎么来了 这人不少吗 干什么呀 你儿子是谁呀 我倒想听听你是谁啊 老爷子 这事您不知道 我哥哥那片大面 认识人海了去了 这一大堆人 等着捧场的 吹 你们就吹吧 我还真没吹 您自个儿瞅瞅 是不是原来生意好多了 老爷子 您看这么多人 其实也有我的功劳 这三分之一都给我拿来了 行了 爸 你俩别平了 爸 您要是不来的话 我还正准备去请您呢 想让您帮我们看看 这饭馆的菜 菜就免了 做不出什么花样来 你妈非得让我过来看看 这么一个小饭馆 有什么好看的 杨师傅 这是我爸 爸 这是杨师傅 我们餐厅的主厨 专门学卤菜的 手艺正经不错 装了好 早听份说过您 在您面前呢 我只能算一学徒 请您多多指教 那个指教什么是 学卤菜的啊 不错不错不错 爸 您就帮我们指点一下菜吧 那什么 您想吃点什么 我给您做去 不不不不用了 我是吃饱饭 才出的门 行了你们忙吧 我不待这儿了 爸 不喝口茶再走啊 您说走就走啊 饭馆的 茶 有什么喝头的 来一下你不错啊 好没有 老爷子不给面 老爷子 在我们这行里是爷 他能亲自过来搂一眼 已经算是给你最大的名 真假的呀 给你掐掐 是贵贵啊 没有 是吧 贵卡贱子 哇 一定会更专业的 同外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